很多花友刚开始养兰花 都不知道怎么栽种 所以总是养不好兰花 大家看一下我这两盆兰花 一般刚开始养兰花的花友 都不懂得给它用装用土 大家看到没有 这颗兰花就是用营养土来栽种的 因为兰花它需要透气性很好的土养 所以我们用营养土的话 根本达不到这种透气性 所以就会导致闷根烂根 你想要后期养好兰花 那是不太可能的 尤其是刚刚开始养兰花 或者不太会养兰花的朋友 所以说我们想要养好兰花 首先土一定要选对 大家看到没有 选这种颗粒土 这种颗粒土配好的话 我们拿去直接可以用就行了 给它泡泡水直接可以用 不需要再加任何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时候 大家还是用营养土来种的兰花 赶紧换 因为这段时间 给兰花换盆是非常好的季节 如果不换的话 到了冬季 那么就不太适合给兰花换土了 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 大家想要养好兰花 一定要适当的给它用一点 透气性好的土 透水性好的土 同时呢 我们可以每两年给它换一次盆 这样的话呢 养兰花会更加轻松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观看